从将伊安县和败犬县境内 有村民说 先是看见了三个大火球划过天空 随着一声巨响 大球坠落地面 有的掉进了村民的菜地 有的掉进了村民家里 仔细瞧瞧这三个东西的外形啊 非常的相近 圆形金属物 外面呢还包着锯齿状的东西 直径约70厘米 重量40公斤左右 当地消防勘察 不明物体没有有毒气体 毒液泄漏 也没有爆炸危险 那么坠落点呢 已经被封锁 相关人员也正在进行